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侃 金融时报今天的一篇独家报道 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说 美国众议长佩洛西将在今年8月份访问台湾 那段时间他将同时访问日本 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如果与拜登同为民主党的佩洛西访问台湾 没人相信是因为拜登管不住他 而更会相信这是华盛顿操弄台湾问题 红脸白脸伎俩的一部分 佩洛西的众议长职务按美国宪法 是那个国家的三号人物 他访问台湾不仅是美国支持台独的升级 而且是重大事变 今年4月就曾传出佩洛西将进行这一访问 但因为他感染了新冠病毒 而取消了计划中的亚洲之行 事实证明在台湾问题上 美国是根本不会讲理的 中国唯有用坚决的反制行动回击美方挑衅 让他们了解打台湾牌所对应的代价 这是美方唯一听得懂的语言 虽然1997年时任美国众议长的金里奇也曾访问台湾 但他与时任总统克林顿是不同党派 那次访问被更多认为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次对外溃疡 而佩洛西如果此次访台成行 将是美国作为整体对中国的公然挑战 我相信中国的反击措施将是排山倒海的 我们不会接受美国支持台独的这次鲁莽冒进 而一定会清晰的告诉美方他们在犯一个颠覆性错误 老胡作为长期关注台海局势的媒体人 我建议国家这一次采取坚决行动 一定要把佩洛西的对台访问搅黄 或者他自己往而生为放弃访台计划 或者让他的访台成为一次冒险之旅 让他和接待他的台湾民进党当局都惶惶不可终日 深感得不偿失 今年4月传出佩洛西要访台时 老胡就发文 主张在他访问亚洲期间 大陆宣布台湾上空为国际航空禁飞区 或者派解放军战机飞越台湾岛 今天我要重申自己的上述主张 我要进一步建议 解放军战机可以选择在适当距离上 半飞佩洛西的专机 与其同时进入台湾岛 掠过其降落机场的上空 然后穿越台湾岛返回大陆 我相信这期间台军断不敢对我军机开火 而一旦解放军战机飞入并且穿越台湾岛 将是一个比佩洛西访台 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先例 那样的话 我们大概反而要感谢佩洛西 是她创造了解放军战机飞越台湾岛的契机 打开了解放军战机对台湾岛行使主权的崭新空间 中国大陆一定要勇于迈出战机飞越台湾岛的这一步 它与战机绕飞台湾不同 能够真正体现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比任何外国高官访台都更具实质意义 利用佩洛西访台完成这个跨越 最有可能让它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度 当然了 为实现解放军战机飞越台湾岛 我们必须全面做好军事对抗的准备 相信此前解放军的这类准备一直在进行 我们无意现在就让台海战争打响 但我们毫无疑问是最不怕台海战争 现在就爆发的那一方 解放军战机迟早是要飞越台湾岛的 如果台军胆敢向解放军战机开火 那么回应他们的必将是击落台战机 或打击台军基地的坚决行动 如果美台想要全面战争 那么解放台湾的时刻就将到来 奉劝美台不要有任何幻想 那么让佩洛西与拜登政府 还有台当局去选择吧